喜报,是运会赛程过半,北陈健儿狂拦123斤,还记得7月8日,天津市第14届运动会开幕上,北陈区萨爽英姿的方阵吗?现在是运会赛程过半,赶紧跟着小编去看看北陈健儿们取得的成绩吧。 北陈区共有711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青少年组19个大项的比赛,在已进行的田径、拳击、射击、游泳、柔道、武术套路、花样游泳、摔跤、跆拳道等赛事中,北陈区运动员屡创家季田径在田径比赛中,北陈区共派出92名运动员参赛,共获得23枚金牌、13枚银牌和6枚铜牌。 游泳游泳游泳比赛中,北陈区共有82名运动员参赛,共获得72枚金牌、19枚银牌和15枚铜牌。 其中,北陈小将吴淑童在此次试运或游泳项目中,获得6项冠军,女子13到14岁组,50米、100米、400米自由泳泳、100米蝶泳、4乘以100米混合泳接力、4乘以100米自由泳接力。 赶紧判断是欣赏一下她的泳子吧。 第四泳道粉色泳衣便是吴淑童跆拳道在7月24日结束的跆拳道比赛中,北陈区代表团共派出48名运动员参赛,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。 比赛共产生38枚金牌,北陈区获得了其中的23枚金牌、11枚银牌和6枚铜牌的优异成绩。 金牌数位列15支代表队的榜首,实现了新的突破,再创北陈区跆拳道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。 其他项目花样游泳,二银,一铜柔道,两金,二银,五铜摔跤国际胶,两金,五银,十一铜此外,北陈区在武术套路项目获得一金,二银,四铜,拳击项目获得一枚铜牌。 接下来还有中国式摔跤、乒乓球、武术散打、水球、篮球、自行车、羽毛球、棒球、射箭、足球的比赛。 截至7月24日,北陈区代表团在本届市运会上,共获得金牌123枚,在赛程中西就超过了上届市运会金牌总数99枚的优异成绩。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北陈区运动员将继续发扬敢打敢拼的优良作风,在赛场上征金夺银,充分体现奥林匹克精神,再创北陈体育新辉煌,运营人员,近美陈MZ018。